我是MUS的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法務主任陳姿穎第一次發言 我想今天的公聽會有這麼踴躍反映了這次修法 對於著作權有多麼重要 已經不是長官們歷次所說的影響權力甚微 本會不耽誤各位太多時間 就簡短就智慧局長官在7月7號新聞稿來做一些回應 首先本會之前已經表達第55條56條非營利教育機構 第67條非營利目的 第68條通常加入設備條文定義不明的問題 這一次我們進行說明 就再次的希望在新聞稿裡面有許多是可能對各位著作權老師有相當的誤解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在這次的場合做一次快速的再次強調 第55條第56條教育目的的明確得合理適用 我們是建議以立事來明確界定什麼 到底什麼叫做非營利教育機構 不然只是徒增權力老師跟利用人之間的爭議 第67條的非營利目的合理使用 所謂的非營利目的範圍一直以來都是非常不清楚的地方 雖然貴局曾經以行政解釋來定義 但是利用人甚至是政府機關都不願意去了解什麼樣這樣子的定義 什麼叫做非營利目的 造成本會及所有老師在授權上有諸多的困擾 而且非營利目的的使用音樂雖然利益良善 但是請問為什麼要用法律來強迫 諸多權人拋棄我們的權利 諸多人要的不過只是一點小小的尊重 可是卻連政府機關都一天到晚要求諸多權人來去贊助 政府機關的活動 請問機關編列預算辦理活動的所有成本 為什麼都會認為音樂的使用不該佔成本的預算 現在竟然還要立法來逼迫權利人不得主張權利 我們覺得根本是帶頭來踐踏音樂的製作產業 就連新聞稿裡面舉例的所謂 銀法族跳舞健身並未支付任何費用 在前一次的公廷會 本會以及諸多先進都已經向貴局說明了 公園中的跳舞健身活動 並不是不需要支付費用的自發性活動 而是由老師收取費用的教學行為 這種佔用公共設施從事營利教學活動 本來就已經有違法的疑慮 現在還要立法是不是要圖利這樣子的營業行為 造成更多的爭議 縱使可能是因為各位長官長期坐在辦公室 不太了解社會民情 但是上一次的公廷會 我們也明確的告知貴局相關實際的情況 可是新聞稿裡面仍然執意 是用非實際的情況來去認定 不僅令我們懷疑也非常感嘆 貴局召開的公廷會 是不是只是為了符合立法程序 對於會議上的資料完全沒有採納 在第68條 家用設備再公開傳達 這個條文的規定是用使用家用設備 使用通常家用設備者得在公開傳達他人以公開播送的著作 跟現在貴局解釋的單純開機定義是 以一台電視接收電視節目訊號 如謂再將原播送的聲音或影像傳送到另外的收視設備 是完全不同的定義 也就是說以往是局限於單一台設備同時接收以及播放 這樣子是經過貴局的解釋是合理使用 可是現在是以一台設備接收 但是播放方式可以完全無限的擴充 修法前後的權力保護其實完全不同 但是新聞稿還要說這前後是一樣的 根本有混淆視聽的能力 第63條剛剛提到偶然入鏡或是附帶使用 條文的內容叫做以攝影錄音錄影模式或類似的方法創作著作者 而附帶利用 想請問當利用人他去主張他所用的音樂不是配樂的時候 權力人要如何處理要如何爭取 我們的疑慮在於為何要定一個明明知道會產生爭議的法律 去讓製作公司有這麼多開脫的空間呢 在第64條的會寫法座 憲法上確實有自由權的保障 但是保障的自由權是以不妨礙他人行使自由權為前提 言論自由當然很重要 它也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 但是財產權難道就不是憲法保障的權利嗎 如果今天我們辛苦的作品拿來做為政治宗教或是種族的嘲諷 而只是不標示原著作人 難道大家就不知道原著作是誰嗎 難道原著作就不會被用人肉縮索的方式 被找出來當成劍拔嗎 當我們著作權老師的生命身體受到傷害的時候 誰能負責 智慧局長官能負責嗎 再者 如果用嘲諷的方式抄襲別人的原著作品之後 可以不需要負法律責任 那大家就把舊作品拿出來哭手就好啦 輕鬆愉快 而且又名利雙收 以後誰還要做原創 我們很感慨這個法律是張著言論自由的大旗 實際上卻是扼殺創作人的創作動機 對於我國不只音樂產業 甚至只要一切是屬於有原創的業界 根本是一技獨爭 完全會讓台灣的原創事業跌到谷底 還要談什麼文創復興台灣呢 最後一點 我們就第84條的登記制度 本會上次也有說明 規矩是沒有配套實質審查的做法 會導致以往發生的重複登記 茂名登記這些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只是讓著作權的市場更加混亂 完全不可能達到 規矩希望達到的 進一步保障教育安全 避免雙重讓語問題降格的目的 這種開到車的做法 本會堅決反對 那以上是本會簡短的一個說明跟長調 那謝謝大家 好 我說明一下 那個上一次提到那個非營利機構的 這個增加就是學校之外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term 就是非營利的教育機構 那這個部分上一次局裡面其實有說明 譬如說圖書館 譬如說這個博物館 它其實不會是學校 那但是大家舉的例子是提到說 那其他的可能就可以用這個帽子來代替說 都不用都是合理使用 那我想這個部分局裡面 我們上一次其實有講了 我們局裡面會再回來檢討看看說 這個部分怎麼樣可以把它弄得更清楚 這個我們已經有講了 那因為這個部分非常複雜 所以會怎麼呈現 我們一定會在下個版本會提出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非營利目的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上一次有講 那局裡面有新聞稿稍微釐清一下 不過我也要講一下 因為剛才一直提到說 如果是銀法族有老師教學收費 那這個本來就不是營利目的啦 這個本這個老師收費 這個本來就是營利目的了 對不起我講錯了 這麼這麼多人也是會講比 口誤的啦齁 請各位請各位先進齁請各位先進 我有更正齁 不要說我沒更正齁 所以剛才你一直在把他導到說 如果是銀法族有老師在收錢 那這個就是盈利啊 我們上一次也有提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啊 RIT的來賓搶著發言 抱歉雖然我感冒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落差 當我們在判定他是盈利或非盈利的時候 他的使用他的侵權行為已經產生 所有的論述會是進入訴訟之後才去證明 他是盈利或非盈利 因為他在現場沒有收費 他可能是在他的舞蹈補習班收了費用了 然後排定下個禮拜六下個禮拜天 我們到大湖公園到中任紀念堂 我們去練舞 所以你去看他在現場使用 他沒有在現場收費 你讓這些音樂人怎麼去證明說他在現場盈利 而且通常路過的人沒有人會加入的 因為你不是他們的team嘛 所以我本來想說今天應該是有更多的意見的表達 那我其實是希望局裡頭的長官能夠多聽 謝謝 好 謝謝 那另外上一次在講這個偶然入境 那看起來就是大家對這個文字 我們自己檢討 這樣的文字可能也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下一次呢 會把相關的文字拿出來給各位參考 那會寫謊訪座呢 大家也是會有擔心 那所以我們會在內部檢討看看 這樣的文字內容周不周延有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都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那如果不去不去明定 不是不能用哦 不去明定 就是回到現行法的65條 全部用一個籠統的合理使用 讓法院各按各按去判斷 法院其實還是會各按判斷的 那這個是我簡單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好 因為剛才就是說 MOSTER的那個發言人 他提到的一些問題是 第一個有所謂的偷渡的狀態 因為在政府這個這個部分 已經就是說放寬了 政府在合理使用上面的權利 那然後在其他的合理使用上面 對於政府已經公開的出版品 他人再為合理使用的時候 又再度的一個放寬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一個偷渡的效果 變就是說這個諸多權的保障被稀釋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剛才所前輩講的 就是說是一個舉證上的問題 而且剛才局長也說 就是說法官在試用上面 他們會就個案來判斷 但是我很好奇 我們台灣的法官 到底有沒有能力在這方面 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因為 就如同局長講的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譬如說舉例 剛才談到 呼籤仿作的問題 而呼籤仿作也是很多創作人 關心的問題 那我們的立法理由 是舉出了美國那個 就是Pretty Woman的那個例子 但是同樣有這個相關判決的 包括英國也有一個例子 是Lady Gaga 被仿作 變成Lady Google 然後呢製作成卡通跟音樂 然後也在 iTune跟那個YouTube上面 都有被傳播 但是這個案子 在英國的法院是敗訴的 因為英國的法院認為說 第一個 他可能第一個主要訴求是小朋友 小朋友會滾搖不清楚 Lady Gaga跟Lady Google 那我們真的很有把握 台灣的觀眾都分得很清楚 到底什麼是原創 什麼是仿作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英國的理由是說 當這個東西在一些平台被公開的時候 只要大家搜尋Lady Gaga 就會出現Lady Google 因此呢 這個Lady Gaga 他的商標跟他的獲得的利益 都有被稀釋跟減損的風險 因此呢他會認為說這個情況之下會 的確會造成剛才就是說如兩位前輩所說的 是會造成就是說不鼓勵變成變相的不鼓勵原創 因為大家也知道說去年台灣的年度專輯 在PDD的鄉民來講是一張改編了所有的已經發行的流行音樂 包括曹澤的背叛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很多的歌曲 然後呢把它編成全部十首歌都是在罵馬英九的一張專輯 然後他變成一個去年的點閱率最高的專輯 那很多人就是覺得說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大家也知道去年MC美將也非常的猴 對那大家就會覺得說創作這樣的這樣的專輯 你看又可以充點閱率 然後呢又比較輕鬆 或者要進行混音 或者要進行改編一些苦手詞 對那這樣的話就是以我們以Leligaga這個例子來說 英國法院他保護的理由就是在於一個鼓勵原創 那包括第六七條 剛才大家也很擔心的 第六七條我覺得蠻奇怪 就是今天為什麼比較沒有聽到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就是所謂的剛才大家也有在在吵這個非營利的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非常模糊的界線 所以在這個界線上面我也很懷疑法官就雙方的舉證要怎麼配置 然後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來做個案的處理 譬如說我今天一個社團 然後呢我播放了有著作權的電影 我公開播放 但是我不收費 我不直接收費 但是這會讓我這個社團呢 譬如說名氣大增 然後人氣增加 之後我可能會得到什麼 我可能會得到募款 但這募款不是對價 那如果不是對價的話 我們怎麼認定它是贏利或是非贏利 就是暫停修法 然後把整個著作權法改由無畫部來管轄 因為整個著作權法的第一條 要保障國家無畫的部分 就是目前無畫部的資爭 那無畫部甚至成立了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師 以及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那無畫部才是真正的盧主 當然我們知道這台語正非常專業 但是其實以國家目前的組織再造跟分工來看 其實真正的盧主應該是無畫部 所以我建議是先暫停修法 然後移轉給無畫部來管轄 那在無畫部的政策的情況之下 它才會真正的保障各位的權益 因為事實上這樣的意見 我之前在去年中研院修法公平會的時候 我就有提過了 就是說因為目前做權法的修法 大概都以這個專利法或商標法的思維在看 也就是說只去重視它的貨幣價值 完全忽略它的無畫價值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移轉給無畫部來管轄之後 應該會有比較好的政策配套 我想這樣也對經濟部也是一個解套 不然一個少到經濟力都可以忽略的產業 我想經濟部展望也不會太重視 那就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要提醒大家是說 影視內容 影視內容不等同視聽著作 影視內容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部偶像劇好了 偶像劇的劇本它是文字的著作 它的演出是表演的著作 它的不僅是美術著作 那它的整個拍攝什麼 才是叫所謂的視聽著作 就是附著在最後的附著物上面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在談影視內容的時候 大家不要把它認為說 它就是所謂的視聽著作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影視內容在處理著作權的授權上面 非常非常的麻煩 我們今天各位知道 陶大偉先生他過世的時候 華視本來要播出當年的剛剛嚕啦啦 後來還是沒有播 為什麼 就只因為當中有些權力清不掉 就不能播囉 你說政府活動 什麼花火節 什麼節 第一個 它的花費動輒就是上億了 請問它真的在付給持育作者是多少 我想大家心裡有數 少放一顆煙火的錢搞不好 就夠它去清理了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開這個一個 就它真的造成它那麼多負擔嗎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盈利的目的 這個盈利的設定 真的只是因為錢的問題嗎 再來我來看 我覺得這些現實政府都是有盈利的目的 它為了拉抬它的地方的支持度 為了為了它的權力做造勢 或者帶來多少經濟的效益 對我而言 這個都是盈利 並不是說我只有收費來說才是盈利 不然為什麼大家爭尖恐嚴要去辦那麼多活動呢 最後最後我覺得還是跟自裁局分享 可能有一些東西你們不知道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很珍惜我是一個創作人 其實我從過去這十年 我用每個禮拜在我的工作室 開了一個創作課 是不收費的 然後默默培養大概七八十個作者 有一些大家現在可能知道 像蕭鴻人 像顏群 藍幼石 其實都曾經在我的工作室裡面學習 我每天教他們的創作 鼓勵他們 是不是能寫歌 給一些天荒天后 甚至是靠這些作品來維生 但是你知道這兩三年 我越來越 當我碰到一個創作人 小朋友 我其實有點想說 我到底要把它拉入行 你知道 因為寫一首歌 從過去三萬五萬 到現在一萬二 到可能到最後是林玉富 寫一首歌的 其實遠低於二十二K了 其實這個修法 只會造成更 越來越多年輕的心境 他們其實畏懼這個行業 甚至選擇不進入所謂的音樂創作產業 為什麼 因為整個的整個的產業段 是太不公平了 他們能靠他的創作為生的幾率 為無其為 現場陳建偉來到現場 他變成要自己掏腰包去出唱片 光創作或光製作 其實已經無法去支撐他去往下走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法 到底是不是一個良善的法律 它對文化界 對音樂界的損害 跟傷害可能遠大於你們的想像 所以希望說 局長你們可以再三思 一個專門寫詞的作者 其實我覺得我受到最大的權力的剝奪 其實不是在我們台灣 其實是在中國大陸地區 我寫了很多的歌 我寫了蔡依林的歌 我到中國大陸去 北京的朋友跟我說 岩老師你的那個 蔡依林的大藝術叫好紅喔 我回答關我什麼事 我一毛錢都收不到 在中國大陸地區 我想問一下 這個我們這個 智慧產品 長官們明不明白 我們這些創作人所面臨到的現況 就是說我們的 我們其實如果可以從中國大陸那邊 把我們一些該收的款項 收到的話 其實 把筆做大 再來要求我們做合理 這個開放給合理使用 我想大家的題目會好一點 因為 真正在侵害我們最多的是 比方說像中國移動 他們把我們歌拿去賣彩林 去做這些鈴聲下載 對岸很多的網站 把我們歌曲拿去做販售的行為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伸張我們的權力 為什麼國外會有很多這些 所謂合理使用的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他們的授權是可以全世界授權的 他們不會像我們一樣 在很多地方 在很多地方 你的作品再收歡迎 你卻是一毛錢都拿不到 我不知道這些局長 你有沒有曾經在跟對岸 在做一些交流的時候 去注意到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不只是在只有我們 音樂上面 其實在電影 在很多其他的這些藝術 跟這些創作上面 其實都面臨到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的立場是 其實我明白很多的使用人 他們會有一些他們的理解 或者是他們的不理解 那我的想法只是 既然著作選法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不是這麼樣的滿意 我覺得與其 除了這個暫停修法之外 我應該是覺得 應該是一個機會請局長 出來 把各個領域 大家真的的意見 要一次會整完之後 重新的把我們的法律 修得比較符合我們現在 現行的一個狀況 而不是只是在現在的這些 在沒有經過全盤了解狀況之下 所提出來的 修法的這些法條上面做文章 我現在講的也是個案 但是我這個個案 我相信很多人 音樂人 還有包含前方很多前輩老師們 應該也都有遇到過 因為其實我知道這件事情是比較好 我一直看了很多老師們 對 然後pull了文之後我才知道 那我就舉一個最近 最近我遇到的例子好了 就是我是一個奪利音樂工作者 那我同時也在做配音跟配樂 那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在配樂上面 配樂 今年在上半年的時候 我幫了一個 他本來是一個業餘的表演團團 他想要朝向職業來發展 那透過一些朋友們 劇場的朋友們介紹 那請問我過去幫他做音樂 那因為他們講的很有憧憬 很有夢想 那又講了非常多 就是希望我能夠幫忙的話 所以我 我願意就是降低 市價的一半 來幫他做這件事情 可是做完音樂之後 後來我發現 他就是因為我自己外面有一些學生 然後就跟我講說在哪邊哪邊 好像有頻道的音樂 那我剛開始我是珍一隻眼閉一隻眼 結果後來就發生 他們就直接拿去公益上使用 那公益 我們其實我相信大部分音樂的人 都是蠻善良的 講到公益這件事情 大家都願意去做 可是我們其實用我們自己的選擇 不是說我們要賺錢的工具 然後就因為公益這句話 我就要免費讓你使用 而且是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之下 我當時我只好拜託我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專業的百年經理人 我請他幫我去跟這個單位就是洽談 然後他說因為對方那個團體是公益的 他們也沒有收到錢 但是就我們私底下所知 就是他們其實有sponsor 有贊助了一些錢 另外他們也拿到他們想要的媒體效應 不管那個媒體的target 是不是對這個表演團體有沒有注意 可是他們都是博的版面 那對我們也是情何以堪 而且其實不要說我好了 像剛剛顏雲龍老師他剛剛有講過炒辣椒 這真的是不誇張 因為我自己都買過 對 那我有一些朋友 甚至他們就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他在這個市場上 就是還人脈還建議的不夠 那也是很辛苦在做音樂 那好一點的話 一個月可能可以接個兩個籃子 那差一點的可能一年 曾經有八九個月沒有收入也有過 可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不是音樂圈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是因為你自己有夠能力 但是基本上因為現在的環境之下 尤其是好比說大陸的一塊 大陸的除了版權比較不清楚以外 他們那邊也有所謂的就是 用品質比較低下的就是音樂 然後來跟你壓價 就可能跟你說 因為現在我們的智慧型手機已經很發達了 那做APP這個都是人人都可以做 不一定要成立公司 那裡面的配樂呢 重不重要 我只要這裡蹭你就好 我一手可能六千塊跟你談 行情可能是一萬二兩萬 好一點的水月可能更貴 可是他們可能就會用大陸的談 那我們現在環境已經比較不好 加上我這邊插話一下 其實我是從日本過來 那日本大家都知道是很守紀律 而且對於很多的做事的規則 非常的講究 那台灣呢 台灣有漸漸的變好的趨勢 可是當我看到這個法律修法方向的時候 我不免憂心 我可能自己我都要轉好